世界女排大奖赛这年改革成世界女排联赛 这天汤姨和国家队成员徐云丽一起现身担任嘉宾 更与现场观众分享排球经历 没想到汤姨也是个排球爱好者啊 当然啊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打排球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打 然后我这几年有看过她的比赛 其实我是她的小粉丝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在今天可以跟她一起做那个活动 刚刚跟她玩过一点小游戏 但是我期待的是我跟她可以真打 那你会不会到现场加油打气啊 其实我很想到现场看 因为现场的那个气氛真的跟在电视上的不一样 有时间我一定会去支持他们 因为那个赛事真的是很紧张 对就是中国跟日本的是特别的刺激 因为中国的那个攻击力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比较高大嘛 但是日本的那个手那个也是很出名的 所以自己很期待 这么热爱排球 不知道男朋友洪卓丽又有没有陪你一起运动呢 其实我做运动是我自己跟朋友一起打 因为可能我自己有一般 就是每天 不是每天 就是每个星期也会去跑步 就是有一般固定的一个运动的朋友 所以就跟他们做运动比较多 另外汤姨最近凭电影某日某月入围北京电影节 跟候选注目位来讲哦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兴奋的 其实紧张都已经没有了 因为在拍摄的那个过程当中已经消失了 现在只有兴奋 如果 没有就是去北京是见识一下吧 演技进步备受注目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其实我觉得是经验跟经历吧 还有自己就是多看电影 对 其实这几年也是拍摄电影的比较多 在下个月开始就拍一个是年阵 年阵风云的那个 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因为自己没有做过那个职业的女性 对 就是因为不断挑战不同的角色 演技才进步了吧 继续加油哦 香港报道